在台北百年慈善宫的老榕樹下 有一家賣了30年的海產攤 招牌菜是蛋酥砂過魚頭 賣相非常的吸睛 老本娘張武錦自創的半月形蛋酥 直直站立 食物種料鋪好鋪滿 番茄的大魚頭鮮美可口 這一鍋就成了鎮店之寶 不分季節都有逃客前來尋香 當年為了養家養孩子 張武錦坐過了水泥溝洗車 因緣際會下來到了媽祖廟前賣海鮮 無視自通的他 竟然能夠一手便出一桌好菜 常常是要說是得到了 媽祖婆跟百年束神的保佑 來看看這一位阿景儀的故事 滿滿的一鍋 價格又便宜 砂過魚頭是他們這邊最有名的 很好吃 它這個都是用那個大連魚頭 裡面的料很多 很實在 不曾來過的人不知道坐在這邊 吃起來的那個感覺真的是不錯 真的台灣人吃砂過魚頭 不愛吃這種的砂過魚頭 才會到位 在台北市內 你如果要享受到鄉野間吃飯的生活 就到這裡 在台北保安街的慈聖宮 這一座百年廟宇 由百年老牧樹相伴 城市一角是靜密的 但為了舌尖卻忍不住激動 不管是坐在戶外或是室內 客人們卻為了這一鍋賣了三十年 老闆娘張無錦的砂過魚頭 這裡有幾個米 三個米 十幾個米 超過米 這裡有金針糊米 地圖 蝦圓 蝦 蝦 蝦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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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說這個媳婦 這個要入滑水 變得疼 超過十五種的食材 山珍海味都有 滿滿一鍋 齊民的價格很難想像是 在台北市區能吃到的美味 朝午景間吃點一鍋 煮一鍋 而不是大鍋煮 就是要客人吃到最新鮮 最濃郁的美味 一鍋三粒兩 你不使用這樣不好看 本來是一鍋都很合的 以前都說麵酒杯 我現在用這鍋子 菜再看得到 再吃東西又好吃 菜慢慢盛下去 東西慢慢 越烤越好吃 烤越久越好吃 這沙溝魚頭從賣相 就和別人不同 大片蛋酥吸睛 湯頭則是用雞湯做基底 爆料的食材 幾乎要滿足鍋外 費了大把勁 把主角魚頭翻出 炸鍋之後 吸附滿滿的湯汁 鮮美香甜 這一顆顆的魚頭 是張無錦每天早上 去市場挑選 但在開張前就要炸好 這本是大頭的 對 市場沒有幾斤 是這個嗎 這個 好 五六幾粒 我們這個都是材實料的 不是說黑白的 待會兒你吃你吃 你吃說你就好吃要吃 來這水庫的大頭戀 忘記時一天就要炸上 30多顆共60片魚頭 而且每天限量 賣完就沒有 大片魚頭在油鍋裡 童子作響 翻身時一見腳響 這貫穿魚身的酥脆 也直達陶客的心 因為它的砂鍋魚頭 裡面那個料很多 再來就是有青菜 然後有魚 還有那個蛋酥 所以它那個湯頭 非常的甜美 那我剛剛看你那個 蚵仔魚身不少顆 因為我在外面吃 很少這麼大顆的 很juicy的感覺 真的很棒 這座生意當然不能只有 一樣招牌菜 店裡除了砂鍋魚頭必點 各種海鮮 更是被客人讚爆 尤其這當季的蚵仔 是每天從張武錦的家鄉 家裡都使運上來的 來自產地直送的新鮮 你看這很大顆 你吃起來比較Q嗎 吃起來Q 還有 比較有蚵仔味 蚵仔簡單汆燙過 沾著蒜泥醬油品嘗 腥味裡有著古早味 肥美的蚵仔超大顆 吃起來就是過癮 張武錦麥海鮮不計成本 每天一早六點起來備料 滿滿成癮 統統裝在這一廚冰櫃裡 有很多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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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三、四十種 有很多種 有很多種 這個蚵仔 這裡有很多人起來 幫我吃十七種的魚 有很多種的魚 以前我們家都在海邊 海邊有甚麼魚 我們都看過了 水壞都看過了 不然外面買到外面 買到外面買到外面 如果買到外面買到外面 丁香魚 馬頭魚 白蝦 軟絲 丁香魚 甚至還有少見的青蛙 這琳瑯滿目讓人是難以選擇 這是從小就住在 東石海邊的張武錦 就成了客人的活字典 老闆兼職塞的他 陸行前跟先生 從南部北上打拼 做過水泥工 洗車也賣過排骨湯 平凡換頭路 每一天工作十五小時 全為了現實生活 那時候沒有錢不夠 還要養小孩 養三個小孩 還要入房子 要認真打拼 我來這裡做很多好館 為了孩子要打拼 要吃一碗飯 不知人真的很多 我這裡問這裡有很多人做 他家說有 我來台北來市五十幾年 我不知道這裡還有這間廟 他家說這裡 我就開始這裡做 我來這裡媽祖也跟他報名很多 也跟阿久做一次 我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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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備料的空檔 把桌椅排出來迎接客人 大榕樹是最天然的屋簷 對於能在這裡做生意 張無錦心存感恩 這民國三年報來 我現在百多年了 這像我說也報筆 對啊 有啊 現在就是親父自己做的 對 她很輕巧 她也很會做生意 成為婆婆的好幫手 李玉子嫁來兩年多 從完全的門外汗 到現在介入佳境 張無錦雖不嚴厲 卻凡事要求仔細 給媳婦入門的功課 就是炸彈酥 她油溫要到一定的熱度 不能就是太低溫 所以這個是跟婆婆一樣 對 虛仁酒 虛仁酒 因為它滿算是個技術的 也不能讓它太焦 因為焦掉它就整個碎掉了 那你就沒有辦法 像媽媽那樣是半月形 這樣整片蓋在魚頭上面 婆婆都很有耐心教我 對啊 就是也希望 就是趕快讓我學會 因為這個是基本功 婆媳過招也可以是歡歡喜喜 張無錦對林玉慈 就像是自己的女兒一樣 就算媳婦不懂做菜 她也是耐心以待 用心教導 而在林玉慈心中 婆婆更是她的偶像 我覺得她很厲害 因為客人點就是 有時候客人想著菜色 然後跟她說 她會很快就馬上便出來給她 一開始我們的火鍋還沒有做起來 剛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夏天的時候 一天可能才一桌客人這樣 那時候是真的滿低潮 不過媽媽都會跟我講說 一天就算有一桌客人 我們也是要做 她都會很樂觀 都會說今天生意不好 明天客人就會都過來了 我認真地做 認真地打招 這桌子一直煮給我 這讓我煮給我 煮得也很成功 來喔 看看裡面做 有各種海鮮熱炒喔 煮後膠原蛋白的魚皮下鍋爆炒 蔥下辣椒或者鮮味 口感軟Q 鍋氣餘溫萦繞 吃到十足的古早味 火鍋爆炒肉 讓人吃了還想再吃 清脆的瓜瓜配上彈牙的豬肉 香香十足 現炸現切的三層肉 這是店裡的另一個招牌菜 香薯外皮配上嫩嫩的松拌 完全就是架槓屬於榕樹下的好滋味 無時自通的張無錦 掌除關鍵在於火候 而三十年的光景 煮菜成為了養家糊口 變成了一種奇怪興趣 你說有肉 吃到很小的肉 對啊 很多 不是再吃一顆 你也怕得到 對啊 我說有這麼多吃 因為我常常來吃 那我就覺得它的味道很道地 就是很傳統的那種味道 古早 古早就對了 我們常常就約來這邊 對啊 常常我們來這邊 聊聊天啊 吃吃飯 不管它是熱天氣 還是很冷的天氣 12月天我們也會一直常常來 夏天 對 夏天也是一樣來 你帶這一鍋有乾淨嗎 有喔 不過啦 不只有一次會會燙 會燙 對啊 所以有時候一天 都可能大概100份這樣子 過年前的都很多客人 過年前的年菜 都在兩個月前就先預訂了 用一鍋砂鍋魚頭聯繫情感 三五好友聚餐聊天 享受著百年榮樹下的氛圍 城市轉角處每天總能看到 張武錦婆喜倆忙碌的身影 簡單的攤位店面 就好像來到自家廚房般熟悉 我以前懷疑過 他就是客人點那個砂鍋魚頭 那一次來兩三鍋 我以前跟他講過說 你怎麼不一大鍋一次煮 然後讓客人就是這樣一次 他說不行 他會堅持就是要一鍋一鍋的調味 所以如果有一天我接手的話 我會把他一些做料理的堅持 還是堅持下去 不會投機取巧 然後做改變這樣子 我會讓少年去做 我們老是把他減一減一減而已 要怎麼辦 我們有人常常說厲害 有一個人賺好 不要說要賺多少 一隻如果好過就好了 為張武錦坐在大浩榮樹下訪談 覺得他那雙愛笑的眼睛閃著歲月靜好 這裡的伯爐照火熱鬧中 多了芬名俊美 老台北人找回憶 新陶客長新鮮 一國砂鍋魚頭 讓人在廟口持續說故事話家常 除了一國砂鍋 和皮革館 就會有時間的 一就是 有時間通常 有時間通常 都給她傾倒 有時間通常 有時間通常 在水管 他會稍為 有時間通常 要讓人